嘿,大家好,欢迎来到细说美股频道 今天是2024年8月20日,星期二 今天我们要来聊聊一个超劲爆的消息 高盛预测,股市将在短短四周内创下新高 但投资者应在9月中旬后保持谨慎 让我们先看看美股今天收盘和市场目前的状况 美股周二小幅收跌 纳指与标普500指数结束此前连续8个交易日的涨势 市场继续关注美股财报 美联储会议纪要 与鲍威尔将在杰克逊霍尔央行年会上发表的讲话 道指跌61.56点 跌幅为0.15% 报40834.97点 纳指跌59.83点 跌幅为0.33 报117816.94点 标普500指数跌11.13点 跌幅为0.20 报5597.12点 本周投资者重点关注 在杰克逊霍尔召开的全球央行年会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定于周五 在在此次经济研讨会上发表讲话 华尔街正在寻找美联储9月会议预期的暗示 美联储决策者最近几天暗示 可能在9月放松政策 为市场准备 鲍威尔和其他政策制定者 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年度全球央行行 行长会议上的类似基调奠定了基础 在此之前 交易员将分析本周三 美联储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 CFRA Research首席投资策略师 Sam Stovall表示 美联储官员希望发出信号 表明他们处于曲线的顶端 而没有落后于曲线 但与此同时 他们不想在通胀火势熄灭之前 过于激进的降低压力 Stovall表示 真正的问题 不仅在于降息时机 还在于降息的幅度 如果他们承认美国经济的通缩路径 这将确认9月降息 Macquarie的全球外汇和利率策略师 Theary Wiseman表示 市场可能会根据鲍威尔 是否为接下来的三次FOMC会议上 50个基点降息 打开大门来做出反应 大多数经济学家预计 美联储今年将降息三次 根据智商所的美联储观察工具 联邦期货基金定价显示 央行政策制定者 在9月份降息25个基点 1%的可能性 约为69.5% 大多数经济学家预计 美联储将在2024年 剩余的三次会议中 每次降息25个基点 这一预测较上个月有所增加 反映了对经济前景的重新评估 许多经济学家认为 美联储不会迅速采取行动 近期数据 包括强劲的零售销售报告 显示美国经济表现良好 通胀有所缓解 此外 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 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可能性较低 经济学家普遍认为 至少到2027年 美国经济将继续以接近趋势的速度增长 一个娇小样本的预测中指显示 经济衰退的可能性仅为30% 这一预期自年初以来变化不大 让我们回到高盛预测的议题 高盛的交易部门在8月19日晚 发布了一条重磅消息 他们预测股市将在未来四周内攀升至历史新高 原因是什么呢 很简单 现在市场波动性低 加上企业大规模回购股票 简直是天时地利人和 这张图总结了该文的主要要点 一 未来四周看涨 高盛交易部门预计 股市在未来四周内 将迎来一个非常积极的交易窗口 这段时间内 低波动性环境和企业回购计划的推动 将成为股市上涨的主要驱动因素 特别是自8月初以来 波动率指数大幅下降 许多此前被市场抛售的投资者 可能会重新进入市场 进一步推动股市上涨 二 企业回购计划的影响 高盛指出 大约50%的公司将在9月13日 进入企业进购期 因此 在此之前 企业的股票回购 将进一步提振市场情绪 报告中提到 8月至9月的企业回购窗口期 通常是今年的第二大强劲期 预计将有约1万亿美元的回购执行 三 关键日期和未来风险 虽然高盛对未来四周持乐观态度 但他们也提醒投资者 在9月16日之后保持谨慎 9月下半月通常是一年中最糟糕的交易期之一 尤其是在美国总统大选前夕 市场可能会面临更大的波动性 四 年底预期 高盛预计 尽管9月下半月可能会出现波动 但标普500指数有望在第四季度再创历史新高 可能达到6000点 这将意味着从当前水平上涨7%左右 11月初美国大选后的资金流入 预计将推动股市继续走高 不过 要注意了 这波涨势可能会9月16号之后遇到阻力 根据历史数据 这段时间交易通常不太顺利 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 高盛对2024年剩下的时间仍然持乐观态度 我们预计经济将强劲增长 失业率保持低位 通货膨胀也会逐渐降温 此外 降息的可能性也很大 但可别孤注一之 高盛建议大家投资要多元化 包括股票 债券 实物资产 甚至可以考虑非美国投资 特别是欧洲和日本 通过保持投资组合的多样性并灵活应对市场变化 你就能乘风破浪 获得更好的风险调整后回报 准备好迎接市场的起起伏伏了吗 保持头脑清醒 投资多元化坐稳了 更多关于股票技术分析方法的具体细节和最新的例子 请加入我的discord群查看 有关discord群的链接已放在本视频下方 下期再见 记得关注再走